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啦 第二次演戏啦 真的 对不对 看我们节目还可以理财喔 首先欢迎我们张胜苏老师 老师 大家好 以及Amanda老师 大家好 老师好 还有舒衡老师 大家好 来 欢迎两位女人赚钱靠自己 来 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香奈儿 阿伦 你好 来 接下来欢迎李佩玲 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来 别看佩玲现在是亮眼的女明星 最近复出嘎戏 她其实刚出道拍片的时候 也是很辛苦的地方 对不对 对 坦白说 现在的拍戏环境 真的比以前好很多 以前我们十八年前在拍 友台的戏在山上 戏纸棚山上 对 那时候好辛苦 然后拍戏的环境没那么好 对 然后现在呢 我现在最近回来 发现现在环境好很多 是喔 对 我们以前在拍 飞纹在天的时候 曾经五天 头套都没有拆 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拆 紧接着又要出外景 紧接着又要回棚林 所以干脆就不拆 我今天跟观众朋友 我们大家来讲一下 五天头套没有拆 戴头套是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戴那个假髮 这个魏雅姐最清楚 是不是像戴安全帽 戴安全帽 戴五天 都没有拿下来 因为我现在很嬉笑 很悶热 有没有 尤其夏天的时候 我是没有办法到五天 你头套的症 我大概都两天 然后当时拍土地婆的时候 我这边前面 都是用我自己的头发 然后后面是古装 所以我后面不拆 我只洗前面这一撮 因为你不洗 它油油的 你出来就不漂亮 所以我就很厉害 这样很洗 对 我就这样洗 这样洗 就洗这一撮 然后就来租在华氏对面 也没有时间可以回去了 那里面养怎么办 哪一个发夹 我跟你说 发型师给我们一个肩尾书 真的就是这样 有一种肩尾书 它尾巴尖尖的你知道吗 那真的没办法 因为中永化成 那时候又很热 就在吐下去 大概38 39度 然后太热 一直流汗 你就只好在那边头皮搓啊搓 然后呢 就去棚里面充个澡 那头都不能动 因为梳个头要两个小时 古装很久 所以就没有拆头 然后没有卸妆 充个澡 然后换个衣服 就又出去外景 这样 五天 那里面不洗衣服 所以你知道 因为没有办法 你没有时间回家了 然后也没有办法看到床 然后有空就是在车上 稍微躲一下这样子 然后还曾经有过就是拍 那个情绪戏 有没有 一整天 那个很翻层 司机场都是生气啊 不然就是哭啊 歇斯底里啊 言反派常常会这样 就很像疯子这样 整天大呼小叫 所以我叫到自己 气喘不过来 我第一次 申平第一次坐救护车 就是在大概十六年前那一次 对 在那个山上的棚拍 拍到后来救护车上来载我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 我只知道气喘不过来了 然后就整个人 就上救护车这样 后来才发现说是 过度换气症候群 因为那个情绪翻腾 所以你可能气调不过来这样 太过度了 其实有人喜欢演坏女人 因为可以发泄一下情绪 平常有时候 要跟我这样假好不好 我当时要发现一下 可是连续发泄一天 那很累喔 其实连续一个礼拜都是 那个会 真的会情绪崩溃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几乎每天都是这种情绪 会崩溃到想哭也哭不出来 你知道吗 你根本已经没有时间去哭了 对 然后也没有那个心情 然后每天只要看到那个 又要疯了 这一场又要哭 下一场又要叫 又开始发疯 那很辛苦 对 所以变成说 一下戏的时候就是很安静 完全不想说话 因为已经歇斯底里太多 在这个戏剧里面的时候 所以一回来自己 就是整个很安静 就觉得好幸福喔 可以有很安静的时光这样子 以前看人家观众都会讲说 看女明星好棒喔 拍那种什么结婚戏 好美喔 婚纱好美喔 人好美 其实会累死 有结过婚的 你结婚那一天有多累 你就看那个拍戏 他每天都那么累 甚至比那个还要累 婚纱还好 我们拍古装的 你肚装比婚纱还累 对啊 好累喔 对 古装真的很累 尤其遇到夏天 然后那时候又刚好是很热 39度的那一年 我还记得 飞永灾天那时候 是非常热的时候 然后我们穿那个是很厚 大概是四件西装的厚度吧 真的 对 真的那里面全都湿透了 怎么办啊 没有办法 忍耐 拿那个小电扇 那会会这样 那太晚也吹不到 像我演嘉庆君的时候 他整个都是封住的 你怎么吹 吹不到 但是还不错 现在还喜福 以前再怎么辛苦 现在都觉得很感恩 对 真的很感恩 有这一段过程 来 我们请教一下 苏恒老师 哪些守面相的人 工作再苦也会撑下去 刚光是听我就觉得真的好辛苦 那真的不是用中暑 两个字可以形容 叫中中暑 好 那么呢 再我们来看一下 哪样守面相的人 工作再苦也会撑下去 工作再苦代表 不是说再苦他也会撑下去 而是这个人 对于他的工作是热爱的 充满希望的 所以不管工作再苦 他都觉得自己可以撑下去 是因为他觉得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未来 好 我们来看 这样子的人 他的守面相 有什么样子的特征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 叫做自律踏实相 看到希望看到未来 还有看到钱 我如果打拼我就要钱 希望的未来都是假议题 是钱 好 我们来看 怎么样的人 可以努力赚钱 好不好 来 自律踏实的 那自律踏实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人中要清晰 第二个呢 他有个要求叫做 法令文要升 很多人都会说 老师人中清晰我可以理解 但是法令文升怎么办 就是通常我们女生 不会追求法令文升 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要先来讲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 第一个 人中清晰的话 代表这个人的身体 本质是健康的 尤其是他的圣经这一块 他是循环是非常好的 上下交接的地方 是很健康 而且气血是很循环的 所以他的人中是很清晰的 也就是说我们手指头放进去 可以找得到一个勾勾放 不会跑来跑去 这个叫做人中清晰 好的 人中清晰的像呢 代表你上下气 好 在循环的地方 它是很稳固的 所以代表精神好 健康好 那健康好才能吃苦嘛 对不对 才能这样撑下去 才能这样做五天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人中升肠 是很重要的 再来法令文 为什么要升呢 你们可以看到啊 很多大企业家 有些他的大老板 他们的法令文是很深的 而且是延伸到下面来的 这代表什么 代表呢 他管的人很多 而且他很理性 他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广的 所以呢 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长处 他才能够看到钱的未来 那个钱的未来 所以他不管工作再怎么样苦 他都能够撑得下去 还有一个最主要是 因为法令文升长 贵人运也比较好 所以在你很苦的时候 也会有贵人来出现拉你一把 让你度过这个难关喔 好 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叫做意志坚强 要吃苦意志力 一定要很坚强嘛 对不对 才能够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好 意志坚强呢 是什么 耳朵大而厚 而且耳垂一定要有肉喔 耳垂薄薄小小的 像老师这样子 就有点太薄太小 通常我们为什么 喜欢看耳垂 就是耳朵要厚 因为呢 这个也代表你先天的身体 比较好 而且耳垂 就是耳朵如果大的话 代表你的青年孕 一到十四岁的时候 过得还不错 你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你的爸爸妈妈 和你的原生家庭 是你可以依靠的 所以不管你工作再苦 你都能够呢 有很好的 那个叫什么 就算工作再苦 你也能够好好的照顾他们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这种耳朵大而厚 耳垂有肉的啊 通常也比较愿意照顾家庭 因为他小时候就被原生家庭 照顾得很好 他比较感恩嘛 他也比较愿意去照顾 回过来去照顾你的家 再来耳朵大而厚 什么叫做厚 有的时候啊 老师就很多人就问说 老师什么叫厚 你拿那个手电筒 照自己的耳朵 如果你这样照过去 会看到有血丝在这里的 那个就叫薄 如果你照过去 有点不透光的 那个才叫厚 就拿那个手电筒照照看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可以拿手电筒照照看 你的老公 耳朵如果很厚的 代表老公的肾不错 那么呢 再来所以我们这个 意志坚强的话 耳朵大而厚 耳垂有肉 这个人呢 除了我们说的 他受到很好的照顾 他知道自己坚持下去是对的 所以我再苦 我都能够撑下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首相的部分 首相呢 大家手就要借我一下 这条线很特别 以前 我就是张胜书老师的那个粉丝 但我还是白金会员 然后我就发现 我需要靠负债来存钱 然后你要去还 还有动力 就是不能够马上变现的 就是 你才能够存得住 我在 我们都在挑杂巴大神 等你来开房 想开房插花摸一把吗 我们都在挑杂巴大神APP 等你喔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首相的部分 首相呢 大家手就要借我一下 这条线很特别喔 努力打拼一下 这条线很少见 叫做忍耐线 这个忍耐线呢 它在这个小指的下方 然后要往无名指上面延伸 这条线真的很少见 好 这条线比较少见 这条线叫忍耐线 什么叫做忍耐线 也就是你真的特别能够忍耐 不管是精神上面的折磨 或者是肉体上面的操劳 这个人都很能够忍耐 而且当你的忍耐线 慢慢往这个无名指去延伸的时候 正是你要发迹或发展 起来的时候了 所以如果你有忍耐线还不算 如果忍耐线要往这个无名指 这边走的时候 才代表你这个人的事业要飞黄腾达 也就是这个时候呢 工作再苦 你都愿意忍耐 因为你已经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好 再来我们看第四个 第四个叫全力以赴相 那么全力以赴当然 工作再苦 当然就要全力以赴 因为我就是要很努力的得到 我想要的目标 这样的人呢 第一个叫做生命线很深 生命线在哪里 生命线也就是包住 我们这个金星丘的这一条 就叫我们的生命线 这一条 这一条 那么生命线呢 我们喜欢的是很深 而且呢 没有分岔 那有的人就会说 老师那有分岔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我们要看一下 分岔的高低长短 然后就是可以判断说 你在哪一个年纪上面的时候 身体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小意外 那但是呢 我们喜欢的是这个生命线 它是要直直的这样往下 都没有分岔 然后上面也不要有 链状纹或导纹 因为有链状纹或导纹的话 代表身体的小毛病比较多 那如果你是这样一条 直直线下来的 然后呢 几乎快要到手腕处 他都没有分岔的这样的人啊 一般身体强健 而且脾气很倔喔 什么叫很倔 就是我责善而固执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你很倔吗 那有那么倔 很倔 他责善而固执 而且觉得我认定了 我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 所以呢 既然我认定我要把它做到最好 如果我设定的是高标准的话 是不是这个工作代表 他就是很苦了嘛 所以我既然要把它做到最好 我就必须要吃苦 所以这种生命线很深的人啊 我常常看到在那种 白手起家的那种大企业家 或者是那种中小企业老板 真的很常看到这样的生命线 那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对到 如果有对到的话 真的不要放弃 即使在工作中再苦 你都会看到自己的一片天喔 谢谢老师 好 来来来 我们今天另外一位贵宾 是我们香奈儿 别看香奈儿这名字取得 好像是富家千金一样 是啊 是吗 他现在是 他目前是财富自由 但他小时候家里是经济的关系 比较辛苦 经常搬家 所以立志存钱要买房子 25岁就买了人生第一间房子 好厉害喔 你小时候家里的环境是什么 我父母都在做生意 但是我妈妈就是想说 不要欠银行钱 做什么生意 在菜市场卖菜 但是卖菜其实是算好赚的 只是说我妈妈的个性就是 觉得存到钱 他才要去买房子 但是你等到你存到钱 房价又上去了 他是想要存到全部的款项 对 他不想贷款 他是那么传统的人 对 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个 心中的房子 就是例如说我想要住个别墅 那我就是 我就一定要去买这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可能假设两千万 他就要存到两千万 他才要去买 可是等到你存到两千万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变四千万了 是 对 那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家就常常 可能就会一直搬家 所以导致我就会立志存钱 要买房子这样子 第一份工作说是几岁 你怎么样可以在二十五岁 就可以买到第一栋房子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从高三就一直打工 日本料理店我也做过 也打过工 然后在百货公司也打工 然后还兼做网拍 以前那个年代 那个雅虎拍卖 还很好做的时候 我都卖那个很紧的 那个医疗袜 对 然后那个除了 每天上班上课 然后我还去做网拍 所以就存到钱 这个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吗 那个时候才二十 那时候才二十岁 但是我二十五岁我也很敢 我人生只有六十万 我就敢买房子了 而且你说 说你那个时候 你有去算命是不是 孙玲老师说 你要靠买房子存钱 就是以前 我就是张盛书老师的那个粉丝 就是我有参加他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科技王 我有点忘记叫我 指挥科技王 指挥科技王 然后我就发现 我需要靠负债来存钱 就是因为 意思就是说 我需要 靠不动才 就是 逼自己一直 你没有面团 我没有 张老师现在一般 张老师现在一般 很少的人就要 直接面对面 一般就是他的那个 指挥科技王 直接打上去 啪 他就所有东西就都出来了 是这样吗 所以我还是白金会员 对 我们等一下再来问老师 为什么有些人 他的赚钱 每个人命格不一样 你现在赚钱方法不一样 对 老师说 特别说你的命是要靠 负债 买一个房子 要靠负债 然后你要去还 还有动力 就是不能够马上变现的 就是 你才能够存得进 所以我就会买房子 买出具线这样子 对 这样 所以你25岁的时候 存到投机款 你说60万的时候 你就拼下去 买了第一间房子 对 因为我想说 就算缴完 我也不过45岁也还好 那你25岁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60万 你第一间房子买在哪里 买在三重 买在三重 什么样的房子 就是一个 一个很旧的房子 那就是一个 也算是预售屋 然后就这样慢慢缴 慢慢缴 对 一个很旧的房子 也是预售屋 是什么意思 应该说 我同时买了两个房子 一个是 60万同时买两 好厉害 两个 一个预售屋 一个旧的 对 因为当时我在银行上班 你在银行上班 你是做什么的 以前那个时候 你看的钱 钱就是你的 对 就是觉得 你是柜台妹妹这样 柜台妹妹 然后我就做放款 所以当时的 那个年代没有实价登陆 也没有什么 所以你要看房子 你要自己去看 你要自己看 它旁边有没有嫌恶设施 然后你要自己看 这个路宽吉米 这个房子在台北市 还在新北市 然后它未来 有没有捷运 会不会有发展 这你要自己去评估这样 然后评估 然后写报告给主管看 主管他会跟你说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捷运 你要说服他 你要说服他 这样子 对 所以造就我会看房子 那当时也因为是 银行行员的这个身份 所以就会 就是会 就是贷款比较好贷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也就是觉得 我跟你讲 当银行行员 就是你每天看的数字 都很多个零啊 你有时候你都不会觉得 那个是钱 你就会觉得那个是一个 反正我就是每个月 要缴多少钱 但你不会去想说 四百万是一个数字这样 它不会背下 像我们 像我就会怕 什么 这个多少钱 就心里 这好贵 那个就会看到数字 会害怕 对 你们就看多了不害怕 因为我们是看月付金 我可能就看四百万 本金加利息 大概只需要付 一万八 两万二 那我觉得我的薪水还够付 那我就去付 我没有想很多 然后我也没炒房 我就是只是 就是这样付过去 或者说它的那个预售物 我是慢慢缴的 所以二十五岁的时候 就买两个 对 当时 就是在同一年 我是买了一个预售物 但预售物一开始 其实只需要付订 就是不需要说 我六十万都放进去 不需要 那我剩下的 就跑去买了别的 然后刚好又适逢 以前的福利比较好 有年终奖金 然后又有一笔年终奖金 然后就可以 反正就这样很辛苦 这样嘎嘎嘎嘎嘎 就把它尬过来了 我很好奇 对不起 那时候总价是多少 都是四五百万的房子 那你知道现在 因为他刚刚讲六十 你知道在三重 现在六十只能买到一瓶 真的 真的 是啊 但是他讲的 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 我想说 那个时候结议都没通 除了说算命的 这张批命的表说 你要靠负债才能够 你要靠买房子 那你旁边有谁 鼓励你说 我真的去 那么年轻才二十出头女生 怎么会看房子 就靠张老师鼓励他 这很重要 他也很勇敢 真的勇敢 那我也是看到 以前在银行 也是看到有钱人 都是用银行的钱在 我都记得我当时 有一个客户跟我说 钱是四只脚 人是两只脚 你当然要用钱来赚钱 所以我就是 我有好好听她的话 这样子 我也好好听张老师的话 目前几间 有七间 七间 我刚好先 分一间给张老师 说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 才三十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财富自由了 那个时候 一个人投身到他的事业力 又很有干净 很有充劲 所以我们讲白手起家 往往就是要有 这样子的力量 因为说实在的 以前的人都在讲 穿鞋打不过赤脚的 白手起家就是赤脚的 我一定会扁 我不能靠家里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越是这样子的命格 它的拼劲就越强 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 所以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 才三十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财富自由了 那个时候就是收房租的话 算是已经跟薪水一样 等一下我现在发现到 你们觉得他身上那颗绿色 你那颗是塑胶的吗 不是 我没有 他那颗很直线 还有期间房子 手上那个绿色是塑胶的吗 肥碎 这么年轻的女生带这个 财富自由是大概要多少钱 我当时只是比我的薪水高 对 就是只是比我薪水 三十岁只是比薪水高 但是我三十五岁三十六岁的时候 差不多就一个月 这些被动收入 就大概有二十到二十五万 所以我就觉得 我其实也OK了 我有没有上班都没有关系了 这样子 对 收房租就有二十几万了 他等于是躺着 就有二十几万 可以收什么都没有做了 躺着就可以收钱了 当初老师那一张命盘上有写 说你三十岁就可以财富自由吗 如果你二十岁就开始照着这样做 但老师有的时候我会走大运 所以我就想说好 我就反正就是最差就是 几岁走大运 他忘记了好像那个时候是写说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六岁 对 所以 还是二十六岁大 老师就在你的右手边 你都不会请教 我跟你讲同样就是 老师也告诉我很多话 有的我都没在听 不是 你没在听 没那个答案 是 对啊 人家敢玩股票 对不对 你有玩股票吗 我玩股票 对 那玩固定的还是玩个股的 我都是玩个股 但是我其实都是买比较大型的股票 这样子 像美股我也会做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 有点像大数据的法则 其实真的以前的那种 四四三三法则 就是是真的可以看的 其实你去DJ放啊 或者是基附通啊 你去选那个 百分之千 就是前百分之四十的 好 绩效百分之四十的 然后前百分 这个这个里面的百分之四十的 这百分之三十的 那其实你看这个 它会是一个波段 你没有办法买在最低 卖在最高 但是你会知道说 它其实就是现在 绩效最好的 那你在点进去里面看 现在服务都很好 资讯也都很公开 其实你点进去看 会发现它的持有个股 那你就会发现 这几家绩效好的 其实持有的个股都差不多 可能就是 例如说可能都是特斯拉 可能都是NVIDIA 可能都是AMD 这样子 那其实你就是照着他们买 那基本一间公司 就是一个这么大的基金公司 要去投资这些东西 要多少专业的人去评估 这个基金公司 才会让他们去投资这些公司 而且他们也会定期的 去review他们的财报 以及所有会计的东西 所以其实 基本上跟着这个大数据买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那前几年美股跌很多 就是进场的时候 前几年 前几年 你在走大运 对不对 走大运怎么选怎么对 其实还好 我觉得我都很顺 好厉害喔 等下别人很顺 他还很顺 这样才厉害 你不要再问他了 现在我们要问张圣书老师了 好不好 哪些指挥命格的人 我们已经想要私底下 跟他讨论一下了 来 我要请教一下张圣书老师 哪些指挥命格的人白手起家 可以靠自己闯出一片天 对啦 是 是 今天才知道 原来这是我的粉丝 而且已经15年了 我都白发苍苍了 你看到没有 可是听起来也很开心 我觉得我的客户们 会比我更有钱 那是最快乐的事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看 尤其包括到 刚刚的雪内尔 她说了她的命格是什么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两位美女的命盘 就觉得很好玩了 对 你们看她们的命盘 命宫 命宫 你看佩玲的命宫是什么 天象 火星 天象 有没有 对 然后雪内尔呢 是 是破君 好 好 你再看她的对宫 对宫 你在看她的对宫 对宫 紫薇 天象 你看佩玲的对宫 你的对宫 天象的对宫 是什么 紫薇 破君 你们发觉这两张命盘很类似 对 很类似 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就是说 这两个女生有叫小 所以我待会我们就来看一看 来说明一下 知道 你看 我们从命宫的角度出发来看 怎么样叫白手成家 其实在现在论命不分男女 是 以前这已经谈男生 因为以前女生没有机会 但是我们看不管男女 从命宫角度 第一个 连针加上七煞 这两颗星 连针被称为事业主 而七煞是匠星 所以一个人 投身到他的事业力 又很有干净 很有冲净 所以我们讲白手起家 往往就是要有这样子的力量 因为说实在的 以前的人都在讲 穿鞋打不过赤脚的 白手起家就是赤脚的 我一定要扁 我不能靠家里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越是这样子的命格 他的拼劲就越强 因此成功率就越高 这是连针七煞 这两颗星的特子 然后我看 他们刚刚两个人 一个是破军 一个是天象 但是对公 是不是都有一颗紫围星 对 你看 紫围 紫围为什么称为帝王之星 帝王的概念也就是说 今天不管我出生有多贫困 多低贱 我有企图星 我追求地位 我希望我要能够比别人 要有高人一等的感觉 这才叫做帝王之星 对不对 不管他从小家庭多么的辛苦 但他就想要 他有那个目标在 所以紫围命盘里面的帝王之星 一般我们都说紫围跟天府 可是两颗不一样 紫围是开创的帝王 开创呢 刚刚讲越贫贱 他反而越有力量 而天府却是富二代 更轻松 更自由 欢喜就好 对不对 所以天府的冲劲跟紫围 比起来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一个是开创的帝王 一个是享福的帝王 两个概念不同 这样对你们看来看欢喜了 可是我也不是富二代 你不是富二代 这就我们刚刚讲 每一颗星是这样的形容 我追求的是富二代 对 对 就是不要太累 我宁愿少吃一口 对 不要太累 所以为什么叫舒服就好 随意适性 随遇而安 随地你有老爸 是吧 富二代就是有老爸 你就好啦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他没有 他没有 所以他还是要拼 可是他拼了之后 他会觉得这样就够了 是 可是从紫围的角度是发 我这个将育还不够大 越拼要越大 对不对 紫围是拼一个事业 拼个成功 天府是拼一个舒服 我可以舒服了 我就可以当王爷了 所以一个是帝王 一个是王爷 两个概念就不一样了 是 再来 我自己是靠理债 所以我觉得理财 理债最重要 就是 像我就是先创造负债 那我也不怕负债 我觉得买储蓄鞋 也是负债的一种 那买房子也是负债的一种 但是我就是把它缴完 我就是把它缴完 我不在乎利率 我也不在乎说 这个房子到底会不会涨 那我只是觉得 中国人的想法就是有土司有财 那我觉得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我是真的也是很建议 你一部分的钱 当然除了拿出来理债以外 一定要去做投资 今晚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今晚 我们都在挑加把大神APP 一起开房插花胖胖虎 等你喔 再来第一个就是 又是你们 破均 破均 破均这一颗星 所以他刚刚说15年前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对不对 今天才认识了 可是破均这一颗星 为什么会称为破这个字 其实就是不破不利 大破大利 换句话说 非常敢冒险的一颗星 可是你看 要敢冒险 首先要对自己很有自信 但是敢冒险最怕的是什么 我连续赢很多次以后 会心忙 心忙了以后得意忘形 最后会输得最惨 也会是这样的一颗星 破均 所以为什么他刚刚讲的 会去提醒他的是 有钱要把它存起来 动不了 为什么 今天我如果赚了100万 我赶快存70万起来 我那30万随便怎么投资 输了我也不怕 可是我如果100万都在手上 输30万 再拿30 再拿30 不够再借30 全输光了 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是 所以为什么这样子的人 反而要提醒他 有钱应该要存在那种 动不了的 不顶着 于是这时候他反而就 有本 有本就能翻身 而他又敢冒险 所以敢冒险的人 我们想想 投资 你不可能投资10个 10个都中 对 对不对 通常投资10个 有一个大赚 然后有一个大赔 中间不赚不赔 OK了 但是你这样的角度出发 你是不是就要去知道 我的本要用 怎么样的方法来处理 是 所以人的本性 有它的一些盲点 事实上算命 就是在提醒盲点 是 所以我很开心 今天听到粉丝现身说法 太棒了 我不想听 都没有我们 我有乖乖的 对 谢谢老师 好 恭喜大家 好 这样就讲完了 真的没有我们 那就没有我们 来 另外说到这个 人不理财 财不理你 就是佩玲对房地产投资 也其实是有敏锐度的 对 这个就是霍应刚刚老师讲的 我觉得我也是不能 把现金放在手上的 它就是会莫名其妙不见 这是因为我们迫讯的关系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就突然间 孩子要缴什么钱又不见了 然后突然间我自己 用什么东西又花掉了 所以我自己好像也知道 自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会用储蓄险 跟房地产来存钱 这有点 有一点 一样的地方 我们两个 就是没钱 没事 有钱就开始有想法 对啊 有钱就有想法 要做什么做什么 好像那个钱有脚都会跑掉 对 所以有时候讲破均 很像你口袋就破一个洞 钱会这洞掉出去 对 但是我 有时候要享福 原因也在这里 对 但是我投资房地产 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像我在结婚的时候 刚结婚十八年前 刚嫁到台中 那时候台中还没有七起 正在开始发展而已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那个地方很荒凉 只有两栋大楼 然后我就看到其中一栋 我就觉得不错 那时候买的时候是二手屋 然后大概 它的屋领也大概才四年五年 那个时候 然后那时候买 是一千多万买的 然后我前几年卖掉 我卖三千六百万左右 脱手 直接套现两千多万 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 就觉得那个地方 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说 你怎么买那里 很荒凉 可是我觉得那个地方 给我感觉好像台北市的信义区 很奇怪 那时候那个地方 大楼两栋 可是它星光三月已经盖好了 然后我从那个地方望过去 很奇怪 就会有嗅到一股那一种 房地产的味道 真的很奇怪 我就觉得说它以后 会像台北市的信义区这么的发达 然后那时候又说 国家歌剧院的预定地在那里 只是预定地 那时候都还没有盖 从预定到后来要盖 大概也花了大概五年的时间 可是那时候它前面 就在正对国家歌剧院前面 有一栋正在挖地基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那个应该要买 然后就跟我老公讲说 你应该要去买它挖地基 它开价一瓶二十二万 我说这个以后 应该会一瓶四十万 我那时候还只估四十而已 我说它以后应该会一瓶四十万 可以卖掉 然后我老公不可能 他说怎么可能 他以台中部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是以北部人 过去的角度来看 他觉得说二瓶二十二 已经很贵了 你那个时候在台中 我说可是它以后 真的会四十以上 有空间 因为国家歌剧院在这 然后台中市政府 又预定要搬过来 那整个就是一个 信义区的感觉 然后他不信 没有买 你知道吗 结果我朋友前几年 我朋友有买 他没有买 那他没买到 我也不能买 我也没有买到 结果我朋友他当时买了 他到最后一瓶六十万卖掉 六十五万卖掉 一瓶二十二万买的 一瓶六十五万卖出 而且那个是豪宅大瓶数 一百六十瓶的 你看看赚多少 我气死了 我说怎么没有买呢 真的 没关系 你还从别的地方再赚 你有储蓄险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而且我早期 我二十岁那个时候 买的储蓄险 利率都很高 跟现在真的不一样 那时候都还有 五%以上的负利 对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 那时候刚开始拍戏的时候 虽然很辛苦 可是我们还懂得 用储蓄险来理财 所以可以给自己 存了一笔 不多 但至少有一些储蓄险在里面 然后到四十岁等于二十年 然后领回来这样 对 在中年的时候还有一笔钱 私房钱 对 是 对 讲到理财方式 那当然好不好 肾奈尔你赢了 我们都听你的 真的 所以你有一些 要给观众朋友的理财建议 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自己是靠理债 所以我觉得理财 理债最重要 就是 像我就是先创造负债 那我也不怕负债 我觉得买储蓄险 也是负债的一种 那买房子也是负债的一种 但是我就是把它缴完 我就是把它缴完 我不在乎利率 我也不在乎 说这个房子 到底会不会涨 那我只是觉得 中国人的想法 就是有土司有财 那我觉得 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我是真的也是很建议 你一部分的钱 当然除了拿出来理债以外 一定要去做投资 不管你可能 你不知道买什么 那你就买0050 0056 你都不知道买什么 那你就跟着ETF走 那你不知道买什么 那你就跟着 就像我刚刚说的 4433法则 去挑选基金走 那你比较积极一点 你现在股票也可以定期定额 你也可以这样子买 对 那当然不要说 买一个那个 就是听人家说这个 这个会大涨 千万不要自己不做功课 就跑去买 这个真的不行 那基本上买大型的股票 反正如果真的怎么样 你也不会是 不会只有可怜你一个 所以我会用这样的建议 建议大家就是 理财一定要分好几种 一个就是投资 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投资一定要 然后再来就是理债 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还是要留一块钱储蓄 无论如何 不管买房子 你就是储蓄 储蓄 你也是储蓄 你身上还是要有一笔备用金 一定要有 对 因为 以免就是真的怎么样的时候 不时之需 对 你不时之需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给大家的投资建议 就照你这个方式 我们回去马上执行 来 接下来请教一下 Ameda老师 谁要新做的人 容易靠哪一招 对 其实真的要讲 致富的话 当然有时候我们还是要配合 我们的大运 对不对 像香奈儿就是有抓到你的大运 可是我们今天可以先通过 新盘来看看 自己本命盘当中的一些特质 我们可以先做好准备 对不对 了解自己的一些 可能有致富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话 等到运势来的时候 就可以乘风而起了 那讲到这种 不只是赚钱要致富 所以我们观察的部分 可以以金星跟木星 这两个行星为主 因为木星代表一个 我们很幸运 或者是能够真的到达一个 富有境界的行星 以及太阳跟上升 我们都可以配合参考 像香奈儿的太阳在母羊座 上升在双子 你的金星在双鱼 然后木星是摩羯 这几个部分 虽然不一样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佩玲的话太阳在摩羯 上升是天平 然后金星在水瓶座 木星是金牛座 你可能观察这几个部分了 好 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看第四组 如果呢 这样的人很适合做投资分析 不代表自己很会投资 就像老师很会算命 一定会算钱 对的 你少舞羊 你不敢抽 基本上来看 心思越细命的人 是不是越不敢决断 越不敢冒险 没有十全十美的命法 是 所以比较适合当投资经理人 我们看第四组 如果呢 我们这几个行星有落在 金牛座 巨蟹座 跟处女座的朋友 两位来宾可能没有 但我记得雅兰姐有对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致富呢 我们的特质就是 好 基本上有对到的朋友 可能像雅兰姐吧 我们其实对于一些财务 或者是一些真的是 这种发家致富的观念 相对其实还是保守或传统的 而且呢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就是真的这种 像我们讲每个人都想要财富自由 对不对 对于这种金牛巨蟹 那些处女座特质强者 她觉得我今天只要不要把钱 花在不必要的地方 必要的钱我当然会花 可是不必要的钱我不花 不乱花 我只要省下来 存下一块钱 就离我财富自由近了一步 他们可以那种财富自由的目标 我慢慢走 但是呢我就是靠这种 我觉得只要节省 慢慢的不要乱花钱 我就能够越来越富有 其实之前我看过一篇调查 很有意思 他说他们去调查一些年收入 可能是两百万左右的人 以及另外一个族群 是年收入五六百万的族群 当然每个人的这种 我们讲财富自由的目标不一样 可是都观察这两个族群的人 大家想哪一个族群的人 比较容易达到自己设定的 财富自由的目标 其实是收入比较少一点点的 年收入一两百万的人 先达到他们自己的 财富自由的目标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可能年收入就是还好 不到很紧 但是也没有很夸张的多 所以我花钱不能乱花 我可能花应该花的钱 剩下的钱我就比较保守的存起来 其实像刚才那儿讲的 储蓄存款 对于这种族群的来说 其实我就是很保守的 我存下来 年收入很多的人 反而胆子比较大 我年收入很好 所以我积极投资 可是积极投资相对 我可能很容易就翻身了 但是哪一天判断失误 可能又要重来了 所以对于至少我们的 有上榜观察的行星 是落在金牛巨蟹处女的朋友的话 我们就是勤俭 厨蓄其实是就能够支付的 第三个族群是 如果落在狮子天蝎跟水瓶 好 我们的特质是什么 来看看 我们就是 天上掉下了意外之财 这么好 很好 我们现在要讲 这可以分为两大种类型 有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的财运 不要告诉太多人 自己关起门来觉得 其实我的财运还不错 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机会 或者是有一些 我真的都没有想到的 这种好像 就多了一笔奖金 或者是呢 怎么样 好像存着存着 我突然一打开存款簿 哇 怎么钱比我想象的多 其实是属于 比较幸运的这个族群 再来还有一种 我们讲天上掉下来 其实大家会想到 像这个 小时候念书都说什么 牛顿就是被天上掉下来的 苹果砸中 才发明 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 好 大家后来说 这个苹果是掉在他旁边 可是大家想 田里面的这种 或者是我们讲说这种 农村的人这么多 会被苹果砸到的 一定不是只有牛顿 可是为什么只有他 有跟万有引力做了一个联想 有上榜的这种星座朋友 狮子天蝎水瓶 其实很能够抓住机会 你知道就当我们讲了 一些天上掉下来的 我预期之外的机会 工作机会啦 投资机会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 大胆的可以去抓住机会 而且是看准目标的 可能像佩玲嘛 你说你当初看到一些房地产的 一些这种契机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 他已经长那么多了 我还要买吗 可是你会觉得 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你可以这样子大胆去抓住 他的话 其实就会有致富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了 好的 参考一下 再来我们观察 如果太阳金星木星上升 是落在 牡羊天蝎跟摩羯的朋友 天平 天平 我想要天蝎五个两次 牡羊天平摩羯的朋友们 好 杨安姐 杨安姐以为又上榜了是不是 对 我三个都有 等一下四个都有 好 香奈儿是太阳 牡羊也有对到 我们的特质就是 双手掌握财富密码 好 等于有上榜的朋友 他会觉得 其实我们是那种认真工作 而且积极投资的 有上榜的朋友们 其实个性上 都有一种很积极主动的个性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 我想要致富 我想要变有钱的人 不是靠这种脑坡 我就会有钱的 一定要自己去做些什么 而且有对到的朋友们 基本上对于工作 其实是非常积极热情的 有时候如果真的是做到了一个 我觉得没有兴趣的工作 他们很有意思 他们会觉得 你知道那种工作态度 会是天差地别 而且可能也待不久 他觉得我要做到一个什么 我觉得我做起来是有热情 会觉得有趣的工作 他们就会更认真努力在工作 那当然相对的得到的 不管是实际上的一些经验 工作累积的资历人脉 包括一些薪资待遇上的调整 其实都是非常棒的 再来就是有对到的朋友 我们说心里如果想要成为有钱人 想要发家支付 这是很重要的条件 因为有些朋友他没有这种企图心 可是如果有的话 他们不会只甘愿领一份死薪水 往往会觉得我就要多多投资 我就要去多多去涉猎一些 怎么样 那有钱人为什么会真的有钱 好 然后我要去学习他们的一些技巧 一些方法 好像这个两位来宾 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样 他会觉得人生的命运 人生的财富就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所以会因为这样的特质 才能够掌握住财富密码 好我们来看第一名 有落在 双子座 射手座跟双鱼座的朋友 我们的特质就是 贵人运家 而且会得到提点 其实这种是让身边的人 有时候有一点点羡慕的 你知道吗 他会觉得说 好像你看这个 大家一样是投资好了 可是呢 为什么就是 一样就说 可能我们今天看了节目 像那样有教我们怎么观察这个悬骨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像佩玲说的 房地产哪边有这个涨的机会 我们要去注意 也许有人看完就过了 他就没有特别留意了 但有些人 他就会从中抓到一些什么 贵人提醒的这样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 双子 射手跟双鱼的人 他们除了接收资讯之外 他们自己的一个反应 以及观察现在 最近的一些 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脉动 其实基本上 他们是非常敏锐的 好 因为这样 得到提点 又有贵人的 贵人寓言家 所以基本上是很容易 八家致富的 好 那我看了一下 两位来宾的星盘 像我们先看佩玲 好了 你看我刚刚讲了 你的太阳在摩羯座 上升是天平座 然后金星水平 木星在金牛 基本上我觉得你的一个投资 或者我们讲说 这个财务上的一个观念是 你适合那种中长期的 其实你自己个性上 应该也是这样 你有没有回想一下 如果你是那种 听别人讲 最近有哪个短线操作 真的是 我不买短线 对 你会觉得那种运动 都不太好 你自己也不是那么的相信 对 第一个是你要自己去研究判断 以及你真的是 你适合这种中长期布局 好 然后不管是你说像房产 或者是股票投资 其实中长期的布局 然后可能有一些是那种 现在还没有开发到那里 就是它带有一点点 未来性 前瞻性的产品 对 其实很适合你的这种 可以得到财富的一些 关键的 好 那香奈尔的星盘 也很特别 你看太阳在母羊座 上升是双子座 然后金星在双鱼 木星在摩羯 其实你的关于财务方面 我觉得你有两个比较很不一样的特质 你是既保守稳健 但是你又很敢冲 其实你是 而且你是非常有优点的融合了这两者 好 就说你基本上像你刚才也在举的例子吧 你会有一部分 你会觉得其实我们就是要一步一步很踏实的在理财 可是呢 只是这样你会觉得不够 你的这种 就是它很有趣 你当你的财富到达一定的一个程度之后 你可能享受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这样子而已吗 我要不要再试试看 我是不是还有一些新的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念头 就像老师讲的贪心 贪心 爱钱 爱钱 对 可是它还不错的是 因为它的底子不是只有葱 它是你还有一些保守稳健的 是这种特质 所以其实像你的新盘 你很适合是那种 比方说我们讲说 有的是这种老乌翻新 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产品 去把它重新包装了 你怎么都知道我买什么 好就是 对 重新包装 用一种不管是新的销售管道 或是新的一个呈现展现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你的一个 可以更富有的一个方式了 对一下 有这样做了是不是 有啊 我就想说你怎么都知道 我都是买老屋 都是买老屋 对 好 这就是 就是它的新盘这个特色 其实特质还蛮明显的 怪不得 其实它自己也掌握到了 这个财富密码了 所以很早就财富自由了 那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喔 好来 休息一下 今天的广告马上回来 基本上可能是 年轻的时候不一定会觉得 我一定要有小孩 可是一旦自己有了自己的子女之后 可能有时候我很积极的表现 我有升迁的机会 但是他们就会评估一下 我去升迁了 可能这个家里面 就没办法照顾好 所以可以自己这几年 孩子比较年轻 比较小的时候 我工作稳稳的 但是我有一些时间 可以来做个照顾家人 欢迎回来命运好好玩 来 我们讲到这个香奈尔 这个女生 好 有钱你就这样凭什么 最讨厌有钱的人 我明白 可是就像老师讲的说 她是子威做命的 她这人都不贵 贪心 小时候过一阵子开始 我要再做 所以你后来 你现在经营副业 是 你最近有一个称号 人家称为你 是燕窝女神 你当初怎么会卖燕窝的产品 我的夫家是做南北货的 你夫家做南北货 对 你们自己本家娘家是卖 在菜市场 我们等于说都是做生意的 只是我们家在菜市场 那夫家在迪化商圈这样子 南北货又不像中央 一样每轮每换 它本来就是一个给人家批货的地方 所以它其实就是 你进来里面 你也不会想买贵的东西 我说实在的 那可是我们其实就是别人 供货给别人 所以光燕窝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十几种 可能虾米我们也有十几种 光孩子的皮也七八种 就一个东西 那南北货是什么 其实它从一颗粽子好了 从粽绳 粽叶 糯米 虾米 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南北货 就对了 就是我们就是做这种小小的东西 但是我有发现说 其实就是有断层 所以就决定就是把这些 比较高档的东西 就是拿出来做一个品牌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以后这个品牌呢 挑选出来的东西 你们都可以放心买 这样子 然后我也在那边 就是我也开了一个店面 是用冰品的方式 把燕窝加进去 就是说你可能花个 可能加价够 可能加个三十元 你就可以吃到 新鲜每天给你炖的燕窝 那我也把燕窝做得很简便 就是以前的燕窝 还要浸 还要挑毛 还要干嘛干嘛 还要去腥味 光挑选 所以以前人家说 那是有钱人吃的嘛 因为你可能吃一片燕窝 你就需要请一个庸人 在那边搞一整天 对 但我现在就是 我们从燕窝 燕窝工厂 一直到我们现在的 到台湾这边 全部都是我们一条龙 所以这个品质 我可以把关 所以我们现在的燕窝 是已经不需要再发泡 直接丢到我们的炖中里面去 三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反正就是从南北货里面 去帮大家 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 我们也不是做生意的 是 也不知道说哪一个干贝是顶级 当然大漂亮一定是顶级 对 但是如果自己吃 没差啊 不用它漂亮啦 我们可能吃碎的 或者小的就可以 对 那你帮大家抓出好的品质 没错 然后像我们果干 像有时候你过年去逛那个 我们小到果干都卖 原因也是因为 我也发现这个东西 品质参差不齐 就是因为 像我们过年 会去迪化街 逛半年货 那其实有时候就会看到 它有一些是有色素的 或者是有重糖 或者是什么的 那我就会为了 给我自己的孩子吃 也给我的消费者吃 所以我们就会到屏东的工厂 直接就是 就是看着它 新鲜 什么东西都不加 就放进去烘这样子 然后低温的烘烤 把原汁原样的东西交给客户 所以今年 你四月份才成立了 你自己的品牌 对 现在短短三个月 已经有五百万的销售额了 对 就是我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也很认同我们这样子 好厉害 真的很愿意做 我又要问你的贵人老师 请问张胜书老师 哪些只为命格的人 很有投资的头脑 来看一下你们的 财博工的部分 来我们先看第一个 其实投资 适合投资 第一句话就是什么 功课要做主 什么样的人最会做功课 像 天机在财博工的人 天机在财博工 是不是就等于 摩羯做的意思 摩羯或处羽做的感觉 他会算得很清楚 天机就是什么 诸葛亮 军师 军师是不是就要把每件事 都想得很清楚 功课做得很足 愿意做又很耐烦 对 但是各位要注意了 这样的人很适合做投资分析 不代表自己很会投资 为什么 就像老师很会算命的 一定会算钱 对的 你少舞羊 你不敢抽 基本上来看 心思越细命的人 是越不敢决断 越不敢冒险 是 有一好不两好 没有十全十美的命法 是 所以天机的人 比较适合当投资经理人 管理者 保护把人去探紧 对 但是你说自己要做 你想想看 你分析越清楚的人 我一做下去 我一买了 糟糕我会不会少分析了一点 或者心里会害怕 其实往往都是因为害怕 而产生了焦虑 是 所以天机这颗很适合投资 但不适合帮自己来做决策跟投资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是军师了 那他们两个命牌 我刚刚看了 没有 我就来不及改 你叫我怎么办 这样才看到命牌 你看他们两个人的命牌 因为他们两个很像 你看佩玲 她的财伯宫是什么 在这里 财伯宫天府 天府 偷懒的 天府 好 然后我们看香奈儿 她的财伯宫是什么 欺煞 那又是冲的 但是她对宫就是天府 所以天府跟七少 本来就互为对宫 我们先看天府会不会在榜上 天府 刚刚讲天府甚至王爷 凭什么 你也凭什么 对 对 我都没有 你有看到吗 人就是这样 最讨厌的人是什么 嫌你穷 怕你负 对 对 对 好 好标准 可是天府这个人 我们刚刚讲 喜欢享受 但是又懒 对 可是这样的人投资要怎么做 怎么做 懒人投资房 什么 什么叫懒人投资房 就是负债 先负债 对不对 可是我们想过 现在有所谓的基金 ETF 对不对 古时候有没有 所以古时候的投资 懒人投资是什么 什么 这是房地产 只有房地产 为什么命盘要有一个田载工 因为以前投资只有房地产 没有别的 但是房地产投资 是比做生意要懒惰得多 是 我买了就摆着 对 我买的时候我也不要太计较 说它到底贵还是便宜 你知道大方向是对的 地段是对的 摆了百月九月之前 懒人投资法 所以对天府这样的一颗心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 怎么命这么好 所以我都不用太努力做 对 都懒人投资法 买房子就好了 坦白讲人生就是这样子 不能这样子 人家现在 你不请一杯他买房子 那些五亿高中生他爸爸 他也没有享受到 他真的耶 我们都希望 所以我们都说风口的猪会飞 不过你是风口的凤凰 谢谢老师 可是你可以想想 为什么人生本来就不公平 有的人就是买对未知 然后时间到了他就是赚钱 对 他完全不用努力 可是为什么天府 会称为田宰主的原因 也在这里 所以这样的 你看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有天府 所以人家房子赚钱你要怎样 你也是天府 我买的房子几乎都会增值 我发现 是啊 是啊 你现在要开第一名 第一名 雅兰 我跟你 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我帮你开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 财博公这是 太阳 太阳 是吗 因为我在太阳 老师你开 我跟你说 你开来 第一名不是你了 不好意思 还是他们两个 你看他们的财博公跟福德公 就是五曲 七杀 真的有 气息 太好了 可是五曲是称为财星 财星就是我闻到钱的味道 其实各位如果想要创业 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看刚刚讲破君 然后他们的财博公都有七杀 这两句话概念是什么 七杀破君 为什么要移出外 敢冒险 积月同梁 就像天机 太阴 天童 天梁 这样的命盘的人是什么样 做利人以前来讲就是公务员 稳稳的 你不要羡慕 你今天公务员当得好好的 看到香奈儿这样说 我要出来也要创业学他 输了一屁股 很惨的 为什么 个性不适合 是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学 跟你类似的命牌 你不要去学那种名人 学错了就很惨 是 所以五曲可以闻到钱的味道 我们要知道 创业最重要的就是要赚钱 不得就不要创业 创业说我为了伟大的理想 为了伟大的目标 为了什么 那就比较像财伯公太阳那种人 所以说积月同梁 当公务员一辈子 他有他的不同的 生命的品质跟享受 当然啊 他过的日子不一样嘛 对 他很平和 没有压力 睡得着觉 对 所以欲赎烦恼先无我 各有前因莫现人 谢谢智慧的老师 一金塔罗占占卜 未来一个月我可以在哪里赚到好运 好 说到赚到好运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 我们来测字占卜一下 好 这里有四个字 都是女部的字 那么哪一个字呢 让你看起来觉得特别的幸运 第一个呢 结婚喜事 好 再来 好事成双 有好这个字 第三个 娇妻美倦 有第四个 妙不可言 妙这个字 哪一个字让你觉得看起来 特别好运 所以说这个会赚钱 又闻得到钱的味道的人 她自己本身也是一种劳碌命 对不对 所以佩玲 你说你现在 又要忙拍戏 然后又要照顾小孩 所以让你也是蜡烛多头烧 我嫁到台中只有这十几年 也很感恩 电视台都还是有陆陆去找我 但是因为我 因为分隔两地 就是说如果孩子在台中 然后我到北部拍戏 我就会割舍不下 我会有挂碍 很可惜啦 天生立直 男子气 明明是会赚钱的人 然后跑回去生小孩光带孩子 你有那个时间 就是因为太多人像你这样跟我讲了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好吧 那我干脆就把孩子接来北部 就继续拍 趁自己还没有老的时候 还可以拍 还可以靠这个脸赚一点钱 我就赚一点私房钱也不错 对 所以就又回来演戏这样 有时候也是一种兴趣 也不是说完完全全就是钱嘛 对 那但是你知道吗 当孩子也在身边的时候 一定就是累 因为我们工作之余回到家 妳是小孩多大 我儿子十五岁 但是我女儿五岁 夫妻感觉很好 差三年以后更新鲜 对 所以就是说 舍不得孩子的距离太遥远 所以就干脆接来身边 但接来身边一定是累到妈妈 对 就职业 职业妇女都是很辛苦的 尤其像我们拍戏 作息不正常 有的时候可能 我们在睡觉的时间 白天她已经在旁边 活蹦乱跳了 对 已经很热闹的在那里 叫妈妈妈妈 或者是半夜 可能她不小心尿床了 然后我才正要睡觉而已 然后你就要赶快 又帮她处理这样 可是我觉得说 我不晓得 我觉得我个性就觉得 我宁可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 我还觉得很快乐很幸福 我也不要说她在中部 然后我自己在北部 然后我自己在北部 对 如果相隔两地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心里面 我会更挂爱 会更不舒服 对 虽然蜡烛多头烧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快乐 可以 神力女超人 对 来 接下来 我们请教一下 Amanda老师 哪些星座的妈妈 会是神力女超人 对 我们这边 神力女超人指的是 这个妈妈 她可以把自己的工作事业 跟这种子女关系都可以兼顾的 叫做神力女超人 因为是小妈妈嘛 所以我们观察星盘当中的 太阳 月亮跟上升星座 这三个部分 像香奈儿的月亮是在摩羯 然后佩玲的月亮是在 也在摩羯座 好 我们来看看 第三名呢 这种神力女超人的妈妈 是水瓶座的 水瓶座的妈妈 我们说 不假他人样样座 两位来宾虽然没有 你可能可以想一下 身边有没有水瓶座的朋友 水瓶座的妈妈 基本上可能是 年轻的时候不一定会觉得 我一定要有小孩 可是一旦自己有了自己的子女之后 他们会是希望说 所有事情都能够自己来做 最好不假他人的 而且水瓶座有一个特质是什么 水瓶座的人基本上做事情 会是怎么简单就怎么做 好 比方说 可能我要兼顾工作 兼顾孩子好了 水瓶座的妈妈 她会觉得 那我工作就先稳定就好 可能有时候我很积极的表现 我有升迁的机会 但是他们就会评估一下 我去升迁了 可能这个家里面就没办法照顾好 所以可以自己这几年 孩子比较年轻 比较小的时候 我工作稳稳的 但是我有一些时间可以来 这个照顾家人 而且呢 这种家室他会觉得 我要有一些既定的路线规划 比方说东西放在哪里 我们就固定的位置 不要又要找东西 再会浪费时间 那吃的东西 比方说帮孩子准备的早餐呢 可能就那个两三样来选择 因为这样子可以节省 我们想啊 准备的时间 把东西简单化 就可以让这种大家都可以兼顾 这是水瓶座的特质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天秤座的妈妈了 佩玲有上帮你身体 揍一下 我听她说本地 天秤座的妈妈 妈妈 好 手脚俐落 面面俱到 赌玲哥如果要观察一下 你怎么对待狗狗 可能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了 天秤座的人 我们说基本上 天秤座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星座 你不要看他有时候 看起来很温文儒雅 好像这种很美丽很慢条丝理 他们一旦要做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去想 一样的怎么做是最方便 最省时间的 而且呢 他们是那种动作也很快的星座 佩玲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没错 我很注重效率 效率 对 非常这个 这是很俐落的 好 像是有的妈妈可能 哎 我要帮小孩准备食物好了 很用心去熬了这种 哇 真的是非常棒的这种料理 可是可能一次一餐饭 就要这个两个小时 天秤不行 我还有工作要兼顾嘛 所以她会觉得 怎么样吃有营养 我都搭配好 但是最好三十分钟 我就可以上菜了 对 就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这样 他们动作快俐落 可是也都照顾好各个面向 所以是这种神力女超人的类型 第一名呢 如果太阳月亮跟上升落在 摩羯座的妈妈 所以我们都有 雷的月亮 摩羯座的妈妈是什么呢 都是我 压缩自我来事事兼顾 摩羯座的妈妈 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但是我们放在这种兼顾工作 跟孩子的这种面向的话 基本上摩羯座的母亲 她其实还蛮重视自己的工作 你知道她这种真的是百分之百都投入到家庭 摩羯座可能一段时间可以 但久了她会觉得 我没有一个自己的成就感 就让摩羯座的妈妈有自己的工作 找到自己的成就感 这个很重要 因为她会是一个开心的妈妈 然后呢 因为也要照顾孩子嘛 所以摩羯座的人她为什么 我尽量把自己的一些 比方说孩子还小需要照顾 可能我的这种娱乐的时间 可以压缩一下 滑手机追剧或者是什么 打扮自己保养自己 这个很花时间的 可是可能还小的时候 摩羯座的妈妈 都会把这个先搁在一旁 我不知道两位会不会这样 好准喔 我以前十几年 几乎都是时间都用在我儿子身上 对 完完全全都没有自己 对 可是年轻的时候 我光这个什么 去个脚子 护个肤 这个也是要一段时间的 可是有了小孩 真的 她不乖 说骂她 你不知道为了你 我少赚多少钱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孩子都叫我神力妈 真的 或者是很多摩羯座的妈妈 年轻的时候 或是单身的时候 也是出国去玩 跟朋友聚会 有了小孩之后 她一样把自己的休闲时间 给省下来 就是用在照顾小孩 所以如果你的妈妈有上榜 真的要好好的 感谢妈妈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老师 来 易金塔罗占卜 未来一个月 我可以在哪里赚到好运 好 说到赚到好运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 比较特别的 我们来测制占卜一下 好 这里有四个字 都是女部的字 那么哪一个字呢 让你看起来觉得 特别的幸运 第一个呢 结婚喜事 婚这个字 再来 好事成双 有好这个字 第三个 娇妻美卷 有娇这个字 第四个 妙不可言 妙这个字 请问婚好娇妙 这四个字 哪一个字让你觉得 看起来 特别好运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财富女王香奈儿 第一直觉 会选哪一个呢 我选交好了 交单 来 我有儿子有女儿 所以我选好 你选好 那我就要妙吧 妙 我也想选好 好 那我跟赵荣书老师 妙 妙 那我也妙 大家都妙妙妙 女生少 其实就是耳朵清净而已 甜不要少就好 耳根清净很好 女生少 钱就少喔 钱就少 人家明明是少女 你要把她讲的女生少 对啊 是喔 不是啊 这时候我们就说 不是要跟着那个 运势很好的人去吧 对啊 你都要选什么 我选交 我也给交 我们不是都跟了 人家一句话你就变 你这回事 我们都跟了养博斯了 对不对 我也给交 观众朋友选什么 好 观众朋友选什么呢 欢好娇妙 我们来看一下 欢好娇妙 大家怎么选呢 我们来选 第一个就是 这个我们这个 来嘉宾和Amanda 我跟妳讲 遇到好的老师上天堂 遇到坏的老师 给你乱指 祝套皇 不是 我要现在看她怎么开 好 我现在压力那么大 好来 好好讲 好好讲 来我们来看 选到好这个字 好事成双 好 这个呢 就是在未来的这个月啊 我们在人际好运上面呢 很容易得到贵人提拔 皮不清云 就是说最近 不管你想要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拓展 或者是你觉得呢 像佩玲现在回来拍戏的嘛 也许就很容易遇到贵人 那你就会在这个时候呢 觉得说 有新的戏 或是有新的合作机会 甚至不只是拍戏 有其他的连结 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 这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观众朋友选到的话 当然也是 如果你觉得最近啊 工作压力比较大 其实要记得呼救哦 就是在公司的时候说 我觉得这个我不会 请大家来帮帮我 也许这个时候贵人运就出来了 大家就会来帮你了 好不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 是观众朋友选的 但是现在没有人选的 就是婚这个字 结婚啊 结婚喜事 结婚喜事 我们看哪个部分呢 缘分 好运耶 对 也就是呢 好事将近喜结良缘 如果最近你觉得 有在暧昧的对象 或是想要告白的对象 试试看 努力一下 还有啊 如果你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 那么就趁这个暑假的机会 带着家人一起多出去走一走 也许你会发现 家庭的气氛是 特别和睦 特别开心的 好 再来呢 诗位老师 小心喔 我真的要小心 三比一的 小心 其实我刚刚就是很怕讲错话 不是暗示你们了吗 对 你的肝应该不错吧 小心肝 小心肝 好来我们看一下 妙不可言 但是妙不可言呢 这边好 第一个就是健康啦 也就是说最近你的身心舒缓 身边没有什么事情 你就会觉得身边的事情很少 没有人敢来烦你 你就不用觉得 每天好多事情在后面追着你跑 总是有接不完的电话 总是有做不完的工作 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小心肝 你的心肝肝现在得到了 比较好的舒缓跟休息 好 所以健康好运在这个月呢 是你的好事喔 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轻浮 知道吗 现在我们就来看啦啦啦啦 是跟对人 对 真的跟对人 刚刚我是不是有说 跟对人上天堂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娇妻美眷位 我们带来的就是 财业 就是这个恐怖财业拓展业务 所以当我们是说 这个三个月就赚五百万啦 对不对 所以跟着他走呢 投资一定没有错 但是如果是观众朋友 选到这个的话 最近当然是希望大家 可以好好投资 但是一定还是要像香奈儿说的 我们要谨慎理财 因为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我们越珍惜它 它才会越跟紧我们喔 好 希望大家都能够 世事好运 日日好运 谢谢 谢谢老师 张胜叔老师 忍住身体健康 他都需要啊 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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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爱你去探紧 来不及了 好 来 好玩 大分享 命运好好玩 限定活动开跑啦 现在加入命运好好玩的 官方LINE 就可以免费索取 鬼月限定 除惠爱草一个 来 洗净 晦气 保平安安 财富满贯汪汪汪来 8月每天晚上11点开枪 名额有限 赶快加入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 谢谢来宾 谢谢来宾 谢谢你的收看 大家大探情 拜拜 拜拜